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他们的劳工的薪水就会达到4400块钱人民币 如果再包括了加班费 那么相当于每个月就会达到新台币23000多块钱 已经比台湾的基本工资还要更高了 但是反观台湾呢 现在台湾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有七成一的老板他们是完全没有在上半年帮员工调薪的计划 就连过去呢每年都会大幅帮员工加薪的台速企业 在今年我们看到呢 七月加薪的幅度都只有2%到2.5% 是三年以来最少的一次 从衡量物价标准的大麦克指数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到台湾其实跟其他国家比真的是物美价廉 我们来看到台湾这个大麦克套餐的一个价格 115块钱台币 跟邻近的香港比呢 其实我们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呢更不用说了 那么像是瑞士呢它的价格更是台湾的4倍多 所以呢很多国家呢会觉得台湾是物美价廉的地方 那是因为外国人他们的薪水比较高 所以会觉得台湾的东西很便宜 但是我们的薪水还停留在13年前的水准 民众调薪的速度根本追不上物价的涨幅 一旦东西变得更贵民众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所以问题不在物价而是在薪水 低薪才是台湾经济崩坏的毒瘤 如果台湾的企业都不帮员工加薪 民众不花钱消费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企业 这是一场恶性循环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韦宇好大家好 陈金专家汪杰明 北宇大家好 人力银行总监何启胜 美丽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电影质感师陈兴发 美丽好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创下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说 大陆布式康的员工 现在还有两波大幅度的加薪 等到明年他们如果再加上加班费 已经比台湾大学毕业生22K还要更高了 我最近有个朋友 他是台商带了孩子去那边读书 他本来想说再怎么样 总要让孩子回到台湾来就学 他已经国中要毕业了 所以想要读台北 台湾的尤其是台北的一个很好的私立中学 他去考了以后 他儿子回去跟他爸妈讲说 爸妈 台湾怎么考得这么简单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们一听 原来台湾的教育还有学生 好像已经比不错那边了 第二个他爸妈想一想 还是跟我们说他还是觉得 把孩子送到大陆去 因为至少他将来如果在大陆 一般的大学名校 以大陆现在水准来讲 他预计他的孩子将来毕业的时候 可能一个月会有十万块以上的薪水 而在台湾永远拿到22K 那他这样子预计是一个凭空想象的吗 没有 我们光看一个小 去年郭董在大陆他的富士康 才给他们一下子一跳 两千的人民币的薪水 又一次敲上来了 没想到今年郭董就讲了 今年他还要大幅调升 一调升多少 四千四百人民币耶 哇 哇 那个是大陆富士康的基本工资 我们换算成现在的新台币呢 已经超过了两万块 比我们台湾的基本工资 一八七八零还要高 哇 我们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说 连基本工资我们都不能了 而且上次只有基本工资嘛 我们的大学生只有22K 那几乎已经跟负 郭董的最廉价的基本的劳工 一样的薪水 那我们怎么办呢 没关系 郭董在大陆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大家都在等啊 因为我们过去王永庆金银之神在的时候 台硕每年都会加薪 然后给大家带一个指标 就像今天一看 七月的时候台硕加薪 已经讲了 百分之二到二点五 不会超过三 你跟郭董一试加百分之一百 哇 差太多了 然后这个不但是这样子 台硕都不加了 那其他的人就知道说 你的薪水可能就在抗战端期 最后一项商品 那为什么呢 那能力银行调查呢 七成一的企业 完全没有加薪的计划 因为他们觉得 有七成九认为说景气不好 他们也看到前景 所以不能加薪 有两成九说有加薪 但是两成九呢 加的幅度也跟郭董不能比 才百分之六 跟郭董的百分之一百 怎么比啊 那不但是如此 而且要加上 最近这个物价连增运 食品费用加了百分之三点一 水电燃气加了百分之三点九四 还有各种的其他的民生物资 你这个六点四五看起来很高 扣一扣 恐怕连那个台数的百分之三 可能都没有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出来 就是说台湾人的薪水 已经不是抗战回到十三年前 而是中国大陆的薪水 都告诉你说 再过几年 你台湾人呢 的薪水 连中国大陆的劳工都比不上 好 而且刚刚创下单 我们看的就是三月份的物价年增率 也就是说呢 还不包括是四月的油价调涨 还有呢 接下来六月这个电费 马上也要来涨价了 我们来看到其实老板们也知道 因为这一波油电上涨引发的一个连锁涨价的一个效应 让大家日子很难过 但是起身 为什么 百分之七十一的老板 还是不愿意帮员工加薪 我觉得不愿意帮员工加薪 在我们这边大概做了一些整理 百分之七十一的是没有加薪的计划 这里头呢 包括说公司没有全面调薪的制度 第二个呢 就是景气 不明朗 所以他不敢有这种所谓大幅调薪的作为 那第三个是目前的业务仍然还是紧缩的 也就是他认为说 他现在的营营状况并没有太良好 所以没有加薪的空间 那事实上呢 我个人的理解啊 两波的金融海啸 对于我们的企业主来说 其实造成了很多的危机意识 从98年开始到去年的欧债 那所以呢 他认为说要把握比较多的现金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呢 跟员工做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相对的被压缩了 可是呢 我必须要去讲的就是说 在我们1月14号选举之前 翁启会翁院长啊 我们的专业院长提出了一个人才宣言 如果我们一直是让我们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停留在两万五千块钱 而且呢 三年到五年之间 不加薪的企业高达将近有七成 你都已经工作了三年到五年 那么都不给他去加薪 然后我们说年轻的朋友是什么草莓族 我觉得这个东西除非说要他们是当出家人啊 只求奉献 不求付 不求回报啊 那你可以要求他 所以呢 你今天呢 基本上我们对员工的要求 也没有一定的着力了 也没有足够力度的这个着力 这个直接影响到的是企业的发展 也就是你有一个赖 赖着说半死不活的 你说他活的吗 他说他是死了 你说他死人吗 他是活人 这样的一个赖半死不活的员工 在你这边工作 你说这个企业能够有什么样的前景发展呢 那因此我们一直在鼓励企业组 是不是能够更足额的 就盈余跟我们的员工来做分享 这也是你一个永续经营发展之道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返球租给 我们也要来看我们现在上班族的朋友 我们自己的工作的职能 到底有没有达到 老板应该给付我们的薪水 你比如说你明明就不够三万块钱 你硬要老板付你三万 我觉得老板也是 将本求利赚本打得很精的 所以一方面怎么样来提升自己的职能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说 我们的企业组为了公司 这也是为了公司好的一个 正向永续的发展 你必须更足额的将盈余 跟你的员工来做分享 我们可以看到 网品的经营发展这么好 原因就是因为足额的分享嘛 那所以看看别人怎么做 那我觉得很多企业组 再适度的再调节一下 给员工一些激励 这样的话 那么你要求他做事情 他可能才会相对的比较振奋 其实就像刚刚启生所说的 那么很多企业主他考量到 可能我公司的营运越来越艰困 所以我就不帮员工加薪 甚至已经工作了三到五年了 你还是不帮员工加薪 那么久而久之 员工就会觉得不管我再努力 老板还是不帮我加薪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很多人也会说 其实台湾的物价坚明 有人会说台湾的物价 好像也不算贵 跟其他国家比 但如果你单从大麦克指数来看 其实大麦克指数 他原本是这个经济学人 他们用来衡量汇率的指标 但是因为他的价格 也会受到当地材料价格的一个影响 后来他也间接变成了衡量物价 相当重要的这个指标之一 如果你单就这个大麦克来看 会觉得说台湾这个大麦克的价格 跟其他国家比 比较临近像是香港 日本 我们都还是比较便宜 但重点是 这根本它的重点不是在物价 而是在薪水 这就是麦克套餐 一个大麦克 好像还蛮大的 因为它是双层的 你们不知道看到没有 这是双层的 有两个牛肉 两片牛肉 这牛肉其实还不薄呢 还是有一点牛肉 我碰过了 这是我吃的 然后呢 它是心机生 这薯条我就不碰了 这薯条再加上这样一个 中型的这样子一个套组 那么现在价格是115块 是有便宜 因为我记得在 就是5年前6年前 我还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要12030块 所以是有这样的 那现在特餐已经到多少了 90块了 中午的时候 对中午 所以外国人来台湾都觉得 哇东西 台湾东西真的太好了 还露出那种很幸福的表情 太好了 对啊 日本人就会用这一招 对 好了 其实我要说一句话 我们在 我们先把它 先把这个撇开 我们回到 就是场景到大陆 那因为我以前出入深圳 我喜欢在演讲的时候 讲一件故事 因为呢 我们一般去深圳吃饭 吃中餐 就是他们有很多类似 像麦当劳这样连锁餐厅 什么真功夫之类的东西 对 那进去看那个排高价 基本上是17块到25块人民币 随便一个餐 17到25块人民币 对 所以也就是说 但是我回来解释 他的工资呢 以深圳的平均工资 这个数字大概是这个数字已经有点 已经delayed 对 因为这是一年两年前的数字 是3100块人民币 3000块人民币 3000块人民币其实不多嘛 算完台币大概就是156千块 可是156千块 他们吃的平均的单价 就是一般那种真功夫 就是那种连锁餐厅 他要到17到25块人民币 所以连我去吃我都显得有点贵 我们在演讲的时候说你们一定要来台北 台北有那种就是10块人民币 还有有肉 三个菜 我确实是50块台币那种 你知道我在讲完的时候下面的表情是 那也安捏 对我翻成台语叫那也安捏 对我说真的真的你们一定要来台湾看看 这个50元便当55块便当 那在我们TV在这个内湖这边嘛 那内湖有个竞争很剧烈的就是那个钱 什么钱 那个龙钱 他旁边有很多餐厅65块 对港钱啊港钱路啦港钱路 对很多餐厅65块 65块人民币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大概13块人民币啊 这13块人民币你这样在大陆吃一餐 你要说你神病啊 你是公司公司这个配挤的是 当然我在上海有吃过10块人民币 那大大的那个你知道大的食堂里面 都是挤的都是那种 就是一般的劳工阶级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体会一件事情是 是我们的物价很平稳 还是因为我们薪资太低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付出这个薪水 还是我们的老板不愿意给哦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味着说 那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真的很感伤哦 其实厂商不愿意给他员工薪资 他员工薪资消费就越少 消费越少厂商最后的获利一定最少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最近谈麦当劳不是吗 谈这个百货公司吗 我们看到百货公司的时候 不就说过一件事 当百货公司的中年期都不好的时候 那以百货公司为主的中年期的厂商 当然收入减少 他收入减少 赶快勒紧他员工的裤带 结果怎么样 员工就没有钱 就不会去百货公司买了 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了 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有多差异有多大 这里也就反映了一件事实 那跟我们先比是香港 香港其实坦白讲 120块也蛮便宜 但是那边很多大陆人 但是如果我们跳脱了 这个亚洲地区 我们来看一下隔壁国家日本 同样的一个这组set 我刚才已经碰过了 肉也碰过了 反正那个也不能吃 250块 对 250块 这个是日本的 但是你快看到 哇瑞士四百一所 这真的 我的小侄子会拉小提琴 然后他去欧洲那边 循环演唱的时候 他跟我 他说小叔你知道 我那边随便吃个麦当劳 都用三百多块台币 当然这里意味什么东西呢 果然瑞士薪水是我们 大概差不多 现在三倍快四倍了 那么丹麦的薪水 现在大概也是我们三倍 瑞典的薪水大概我们三倍 西班牙稍微接近一点 西班牙薪水大概两倍多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日本也不是说日本我们薪水也是大概两倍多 所以我们从这个比例来看出来很明显的事情 除了香港这个范围比较不太明显之外 瑞士薪水接近我们四倍 它的果然四百亿数 一笔对 哦 冰狗出来了 它的薪水几乎是我们四倍 所以它是四百亿十五 那么这个西班牙 瑞典跟丹麦呢 他们薪水大概是我们的接近三倍 诶 果然没错 好 这一笔就出来 价格又是三倍 对 那西班牙薪水大概是我们的二点五倍 诶 出来了 哦 这个答案就很清楚 所以这么的一个结论之后我们得到今天 原来大麦克里面除了汇率评价之外呢 还证明一件事 我们的老板 你真的很吝啬 好 我们来看到 原来呢不是台湾真的很物美价廉 而且我们的薪水真的很低哦 所以从这个大麦克来看经济 他告诉我们的 并不是台湾的东西很便宜 那希望外国人的薪水高嘛 其实来台湾当然会觉得东西好便宜 没一样都是物美价廉 但是为什么台湾的老百姓不觉得东西很便宜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薪水根本没有涨 对 我们的薪水事实上 刚刚斐鱼一直在强调 我们的薪水呢已经有13年没有动 甚至于比13年前还低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去监裁 对 以前在电台找一个台大新研所毕业的学生 起薪五万三 现在找一个政大新研所的学生才三万一 这个是我们在媒体工作的实际的这个薪资的情况 那国外薪水高不高 其实很多的这个电机前面观众朋友未必很了解 但是我相信大家透过报道 很临近的新加坡来台湾 找一个不需要有工作经验 大学毕业的学生到新加坡去做一个事实上也没有多高层的一个基层的工作 他开薪水开四万甚至于到六万 那如果说台湾的学生知道的话是不是该坐喷射机去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会大家对于人才流失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恐慌 在台湾 现在到新加坡的基机都是喷射机 都是喷射机 都是喷射机 都坐火箭去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目前在台湾其实不是没有职缺 那也不是没有人在找工作 但是却为什么会找不到工作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老板所要求的 企业组所要求的那个条件 是我们大学毕业学生可能没有达到的 所以中间就形成了一个gap 这个一个差距 那怎么样来填补这样的差距 是不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的方式跟授课的内容 应该要适度的去做一些条件 怎么让产学能够无缝的接轨 学校毕业的学生马上能够上工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教育上头应该要去做改变的 也就是我们的上班族的朋友自己本身在职能上头 也要有一些提升 那么企业组组组的去分享 这个就是在周边的国家的环境 韩国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也差不多相当于新台币10万块钱 都是我们的两倍 我也是一直在认真的思考说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毕业学生的起薪 一直只停留在 按照老委会所做的统计是25000块钱 一直没有调整的原因 我讲到这边我心有欺欺 我插播一句话 这是一个就是人家一个对话 在那边闲聊我听到了 就是一个高中的职校生 他是念会计的 然后他觉得我念高知 念个会计 很多小工厂只要想得出纳会计就好了 所以他就去丢履率到各个公司 经过一段时间 他没有办法就是收到有人回应他 那当然他忍不住就在那边闲聊 他就说那我 他就真的忍不住了 就打电话给其中一个附近的公司说 我有丢履率你有知道吗 那对方就说 有啊履率很多啊 就没有在吭声 那我可以知道说 那履率很多 为什么没有给我答案啊 他说你哪位啊 他就想说名字 他说我没有印象 那个人事单位说没有印象 他说你可以再找一下 我没有印象 你不是大学生吗 我说他说这个小朋友说 对我高职毕业啊 我不是大学生啊 他说那对不起 我们现在只用高这个大学生 可是你不是只要一个出纳而已吗 好 Bingo答案出来了 就是说一个高职生他去当个出纳 他可能薪水两万出左右 一万八二万出 其实工厂需要的也是这样的水准 结果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大学 那大学的 因为大学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要往下去追 就连个这种所谓出纳就可以程度 我们却要花四年的时间 而且他可能背负四年的学贷 然后去找一个只有两万多的 那很简单啊 要不要随便你啊 不过前面讲这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 在台湾还有隐藏学历去找工作这件事情 隐藏学历 他们为了可以希望老板用他 所以我明明大学没有做专科 没有他就隐藏他为博士 他就把他的博士隐藏起来 我觉得我用不到你博士 可能很多人看到博士 反而不是加分是减分 反而还不敢去用他 所以说台湾找工作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要隐藏学历 那为什么台湾现在硕士跟博士那么多呢 大家又很清楚了 因为现在大学把个到高中又 所以大家觉得我都是大学生 我只好继续念硕士跟博士 所以啃老子就出来了 好我们看到台湾人的薪水低 其实不只是一般的上班族 连台大有一位外科总医师 他都已经熬过了住院医师的阶段了 但是创想 他现在都是因为薪水 他选择不当外科医生 他宁愿跑去做医美 其实这里面都是我们政府 有很多企业老板一直觉得说 物美价廉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你会发现说 真正一直在搞价廉的时候 物都不美 未必没 然后在台大医院 最近有一个叫洪浩云的总医师 他的身份熬到现在这个时候 外科的建中毕业的 台大医学院的 建中毕业的时候 得的是奥林匹亚生物学的金牌奖 多优秀 他居然放弃了 他要去学医美 然后给台大医学院 还有很多医界里面 极大的震撼 为什么这么一个 你终于熬到这个时候 你即将就是一个医生里面 白色巨台里面 你已经登上了二楼三楼了 你可以在往上走的时候 他就想说为什么 他自己去评教一下 而且不要看这个医生 他真的不是说 只是为了钱 他曾经呢 他要做好一个医生 他还特别去学敏南语 因为他在跟人家在谈的时候 能够很清楚的精准 所以他是医病关系很用心的一个好医生 但是他说他到了现在 他要去做医美 为什么 第一个月薪 他现在月薪是十到十五万 但是呢 到了医美 平均月薪呢 是三十万 那这个是一个差别 这是这个差别吗 他做一个医生 一个礼拜 工作一百个小时 现在去做医美呢 只要工作四十五小时 一半都不到 月薪是三倍 但是你换成时薪呢 是六倍 那六倍的时薪 而且最重要是说一个工作环境 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他老婆 三年了 几乎没有家庭生活 所以环境上呢 他就要值班 那回到家里了 半夜一抠 赶快赶到医院去 然后呢 现在做医美呢 周休二日 立假日可以带着太太到处去游山玩水 享受一下 什么叫做人生 而且呢 做一个外科医生 怎么办 在急诊室里面 有黑道要找你 有医疗的人权 晚上呢 黑道要打你 风险高 关于人民要被告 台湾最容易 犯罪率最高的叫做医生 对 但是呢 当医美呢 反正呢 风险小 顶多就是弄得不漂亮 拿从弄一遍 然后 紧直当时就是一样 全部都是自费 然后成就呢 他才发现说 事实上他还是觉得说 救了一面 是他死怀者的一个心情 但是 他觉得社会肯定小是小 但是他终于觉得说 我宁愿救仇 我实在是不敢救人 然后这个样的金饭丸 就在你看台湾这种 廉价的状况之下 就破灭了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不是在乎钱 我觉得他应该是工作 跟生活起来会比较接近 那不值得 比较接近人 对 他是不值得 因为一个是100个小时 如果做外科医生的话 对啊 一个是45个小时 这一比就相当的明显了 32岁的外科医生 他现在开了第一枪 因为从整个投资报酬率来看 太明显了 就像刚刚这个创下 跟启生所说的 你当医美呢 从事医美之后 你的薪水更高 而且呢 工时更少 你的生活更有品质 你再也不用假日的时候 还要去医院看病人 写病例 你再也不用呢 半夜熬夜去看急诊 把他被告 换成别人 对 换成别人呢 也会这样子来做选择 这是第一个台大创院以来 他们拿到外科医生 这个专科执照 但是不接受续聘的一个医生 这只是开了第一枪 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医生 也是选择这样的一个路呢 现在连顶尖的医生都这样了 不用说一般的上班族 现在薪水低 环境又差 我们要请教的是这个陈大哥 你从这个最基层的 这个油漆工做起 到现在 是已经变成了 台湾的首席质感师咯 从台湾整个就业环境来看 是不是真的是大不如前 基本上真的是大不如前 可是在15年前 我当一个小油漆工 当时的一个师傅 一天的日薪是2500 可是现在一样是2500 可是我们的物价 他一直在提升嘛 对 那就会觉得说 我们的生活条件就变差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当然没有办法 跟大家提起很高的那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 劳工本身还是必须做自己最基础的防卫嘛 你必须提升自己的条件 才能跟业主提起说钱 谈条件 谈条件 谈你的薪资问题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 当然一个电影质感师只是我找出的另外一个出口而已 就是说你是油漆工 你整天做的是一个同样的事情 但是你必须提升自己那一个技术层面 就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提高自己的职能 我觉得求职者或上班族的朋友在这个地方上也应该要加强 刚才那个陈老师这个陈质感师特别提到了 这个油漆工的薪水 师傅的薪水 12年都没有变 我们大学毕业22年前找工作 民国79年找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起薪是两万八千块钱 就已经比现在稍稍高多三千块钱了 而且我们是三五年是有条心的 那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努力 因为我们看得到未来 现在年轻朋友看不到明天你叫他努力 那不是远目求鱼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希望 我们的企业组如果真的有盈余的话 应该要足额的去做分享的这此其一 那而且那时候的牛肉面大概三四十块 现在有没有三四十块牛肉面 牛肉面一碗都上百块 这就是说这几年来的物价已经调了多少了 以前还有三十块的便当 现在连五十块都找不到 几乎快要找不到 现在上班族都想要拿高薪 其实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但除了大环境的因素之外 人格特质有时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薪水 到底有哪五大这个人格特质会阻碍我们加薪 要特别注意的呢 请雨姐告诉我们 好 肥肥想要加薪现在真的是很难 尤其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卖力工作 老板就会帮你加薪的年代了 不比是杂志 只有这么一项统计 他说在职场上有五种人格特质呢 会让你的薪水是不动如山 来看到第一种就是有救好 什么叫做有救好呢 这种人其实是屈就于眼前的工作机会 不知道要寻求其他的机会 所以你应该做是放弃现有的去寻找最好的 那第二种是无知 也就是当你这个知识范畴越小 等于是你越缺乏判断力 一旦你知道更多话 就越能激发你整个工作的极限 还有潜力 第三种就是共识 但有共识不见的是好事 如果一旦很多人在同意你的观点的话 其实也等于是说你的观点是越普通的 再来第四种就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这种人常常被称赞完美 也常被灌迷汤 不过这种人其实也不思长进 所以你应该要对自己更加严苛 最后一种就是习以为常 有些常之间的安逸的状况呢 再加上如果你没有突出表现 其实等于你的薪水也会停滞不前 而这五种人格特质 就是这个加薪最大阻碍 所以日本趋势大师 大前言义 还有这个UNICOLO董事长刘景震 他们两个人和写了一本书叫做放胆去闯 而这本书就是告诉你 在对抗这个职场危机的时候 要打破安逸的习惯要努力去创新 重新塑造自己的职场重组力 我们看到原来有这五大特点会造成说 虽然说整个大环境不好 但是如果具备这五上特点的话 可能你要老板帮你加薪 就会比较困难一些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在台湾每三人就有一人穿桑花 你的支持也是有的责任 从全国第一件桑花红片式苹果裤 每一件都要做到耐心耐穿 舒适健康 我相信用新手品质一定好 穿桑片你们会知道 三花甜点Sunflower 水果我很调剔 喝果汁我更讲究 北方活养蔬果慢磨鸡 保留了水果的天然纤维 新鲜营养看得见 全家人的蔬果新体验 慢慢磨乐乐活 我的慢磨新生活 北方活养蔬果慢磨鸡 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KD顶级手刮地板 威尔史蒂斯 精彩大结局 请勿透露 MIB星际战竞三 现正热印中 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KD顶级手刮地板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台北优良家居展 25到28 幸福居家 一次搞定 啊 痘痘 卡尼尔一干二净 抗豆比 含卫生署公告 最高限含2%水氧酸 有效抗豆 平滑不留恒 效果看得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 TD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透过中华电信 你想跟谁 Keep in touch 用Smartex智慧标签 随时切换各种模式 还能启动你的个人云服务 瞬间分享行动生活 Sony Xperia Sola 搭配中华电信 M Pro方案 独卖价3990元起 行动 触动 真感动 Keep in touch 一般信用卡 累积飞行里程 实在太慢 我在想 有更快的方法吗 NZ 奥胜飞行预袭卡 累积更快 选择更多 持卡期间 终身有效 一卡在手 全球任我行 NZ 奥胜银行 民品 时尚 流行 台北优良家剧展 美学新趋势 流行无国界 5月25到28 就在世贸易馆 刷奥胜飞行预袭卡 国泰航空 大阪机票 6800起 申办成功 刷卡满额 就送行李箱 NZ 奥胜银行 哇 迪士尼 游乐园 农场体验 想去就到 夏季旅展哦 Aquesta Lestatica Vote 网可被执转 失控的老年化危机 全球深信 寂寞深渊 宠物商机趁势崛起 台湾宠物真好命 自主写听 年花500亿 除了需要心理辅导 还要上才艺安亲班 还有什么更夸张的 宠物商机 寻着寂寞商机 找到投资的新标的 精彩的用情锁定 周一之周五上11点 创富人生 好 台湾真的是一个物美价廉的一个地方吗 很多人来到台湾会觉得东西都好便宜哦 我们从这个物价的这个指标 大麦克套餐的一个价格来看了 台湾的大麦克套餐 115块钱 他跟临近的香港 日本来比呢 其实真的是比较便宜哦 更不用说其他的一个欧洲国家了 但重点是呢 这个重点不是在价格 而是在我们的薪水 真的是太低了 在全球大环境差哦 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11%以上 很多人呢 拥有漂亮的学历 就像刚刚启胜说的 他甚至呢 不敢用自己原本的学历去应征 其实创下在英国就一位硕士毕业生哦 他已经求职10年了 应征超过1.5万份工作 他求的只是一个正职工作 但是却没有办法 我们过去的时候想说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 一辈子都不用愁 但是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变动这么快 加上这技术不太好 竞争这么激烈 你有一技之长是不够的 这个是英国呢 在伦敦街头突然震撼全世界很多人 每日电信报爆出来之后 全世界的媒体不断地转载 这样一个人呢 他是有英国的硕士学位 有英国的很多国家证照的一位历史学的硕士 他叫Noten 就他没有办法 他这十几年来 应征了1万5千个工作 都没有下文 他只能做一些原意啊 割草 这么勉强为生 最后他这样一个 英国的历史学硕士 忍不住 终于前后挂着牌 Help me please 到处在接收上手 Help me please 对 他挂在前面的职 叫大家雇用我 雇用我吧 为什么呢 他本来在英国的皇家游局工作 所以他毕业之后他其实还是不错的工作 但是一些变动一些改革 然后英国皇家游局民运化过程中 还有一些亏损之后失业了 失业之后呢 他慢慢的就没有办法有工作了 最后他去做了护竹师 就是按摩 然后他护竹师呢 慢慢的也靠清洁原意怎么的 所以他到了40岁 他到处去想办法 但是呢 因为他过了40岁 然后人家就觉得你没有学习能力了 你不可能再有进步了 所以他1万5千个工作 他就依止他的历史学硕士 在这个阶段里面 没有人关系 没有人care 走在街头 让人家看到英国现在 连一个那么重视文化传统的英国 一个历史学硕士必须如此在街头上走动 历史学硕士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 其实在台湾啊 如果说在工作难找情况之下 所形成的一种很严重的排挤效应 会不但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的 这些相对的相关的阶级啊 我觉得甚至于连整个的文化都会出现改变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台中市的一个清洁工 然后有很多硕士生去应征 对 那清洁工本来我们理解上头应该是高中职 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学历 或者是国中的学历去担任的工作 如果说连硕士都来做竞争的话 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那样的学历的人 那他应该去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去挤压到原本 是 就已经这个我们社会的结构 就出现了一些挤压 就是变成很扭曲的一些怪异的现象 所以说这连带会影响到文化 那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台湾是高质感的国家 连垃圾工人都是硕士毕业的 对不对 是真的 前阵就是在就是决定要全面开放大学 那时候那个教育部长 他就说一句话 他愿意去餐厅看到端盘的人是大学学历 他就讲这句话 这不是代表台湾很有质感吗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是我们也要帮原来社会相对底层的这些朋友 如果他要找工作怎么办 如果当我们都已经占掉那样的职缺 问题出来 这大学学位你需要念了四年的学位 是为了去端盘子这件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那个教育部长的脑袋 真的不知道怎么想 所以说像英国这样的情况 事实上在台湾已经在发生了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刚刚其实看到英国这个画面 我们看了真的是觉得不声唏嘘 他为什么最后愿意这个样子 他其实一定心里也煎熬了很久 但是最后走投无路了 只好就穿上这个广告牌 走上了街头 这已经是他最后的一搏 因为他别无选择 不过我们要继续请教这个陈大哥 你高中毕业是从这个油漆工 刚刚也听到 其实从基层开始做起 那么到四十岁左右呢 已经变成这个油漆的组长了 西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六万块 其实已经不算少了 以当时的金额来讲 六万块算是不错的一个金额 但是所有的劳工都会有一个中年危机 他到四十 劳工界是很现实的一块 当你没有体力的时候 就是老板要fire你的时候了 所以你必须有那个 所谓的中年危机 那你必须要延续自己的工作时间嘛 所以你才会去想说 如果这个竞争这么的激烈 然后所有的大学生都已经来端盘子了 那我们怎么去寻求一个突破点 让自己能往一个更高层的技术上去发展 其实你之前生活好像原本一开始 是也是这个过一天酸一天 但是后来就是开始有这样子一个危机感 对就是我一个很欣赏的导演 是我们最近参加坎城影展的一个花样电影 那一个周美琳导演 对他跟我讲 就是说你如果怀采不欲到最后就会流里流气了 那就变成混日子的开始了 所以我们必须 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够从一个油漆工变成一个质感师 那你在技术上是一个突破了 那我去接触这一块的时候才发现说 其实古迹就是我们的质感 质感就是把时间加上 把你的东西新的加上时间跟环境 造成一个质感 那我这边有一个 我们做了一个质感的东西 一个Ravens 这是前一阵子一个电视广告的场景 所以它这是在棚里面 阿龙片场的棚里面搭的一个 是喔 哇 哇 可以搞得像外景像实景 这个是在棚里面搭的一个场景 是棚搭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 这是一个新的景片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威尼斯的场景 这个就是质感 哇 那回到他时空去了 对对对 你把它把它的整个场景 这全部都是一个搭景的东西 就是让大家多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 就是 谢谢 你原本是一个油漆工 然后后来呢 竟然获得了我们这个国际级的大导演 李安的一个赏试 变成是台湾首席的质感诗 不知你在40岁之前 当时是怎么样怀采不遇呢 你当时是过了怎么样这个昏昏恶恶意 其实每一个人心底都有一个艺术的棋子 像他刚出来这个社会其实对自己都有期待 只是这个环境造就你 我要混饭吃这一块 然后久了之后你会觉得说 就是这样子在混饭吃嘛 想要乱要乱 对 因为你为了要顾饱自己的肚子 一定会有这个想法 先有一份这个可以补口的工作 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像刚才那个怀采不遇的想法 你会变成一个流里流气了 因为你没有一个真正的窗口可以让你跳脱出去 所以你也觉得所谓怀采不遇就是你也觉得你自己很新 所以没机会给你 没有机会啊 你没有那个所谓的环境去一个舞台给你 直到我们李安导演回来来台湾拍一个少年派的时候 我们会 如果你永远是在一个景里面你的天空就这么大嘛 可是你跟我们所谓的好莱坞 就是电影界来讲 它是一个所谓的大的殿堂 对 就好像职棒 美国职棒是我们的棒球天堂嘛 对 所以但是你遇到好莱坞的人员 他们用技术让你去折服 他们就是这样子所以有票房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做这样子 哪来的票房 那我当时的真的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不过陈大哥刚刚说 你之后来哦 为什么可以翻身哦 主要是你对古迹的一个兴趣嘛 后来去结合你的兴趣 但是其实你刚开始跟这个 李安导演他在合作拍片的时候 曾经也遭受到很大的挫折跟侮辱 对我觉得所谓的挫折是 他用事实去证明你的挫折 就是他的东西真的是让你折服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在台湾是很渺小的一块 因为他们所谓所有的工法都是一个真的东西在做 就好像大家刚才看到那个威尼斯厂子 那个是我去那边学了之后回来做的东西 跟所谓的以前的做就就是噴一噴黑黑的那种东西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那我认为的所谓挫折是我们真的跟人家有一个差距 那要反省的是所谓的票房真的是跟你的质感的品质是成正比的 那是我后来得到一个启发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你就放下身段 选择放下之后你反而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因为一个所谓的工匠跟工艺的差别 用哲学的道理去把它反省的话是这样子 对不对因为你本身这个工匠就是一个降细的东西 工艺它就已经是一个艺术部门的东西了 好不过刚刚程大哥说他这个对古迹有兴趣嘛 然后你后来变成这个首席质感师 你今天其实也有带这个工具来现场 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 我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所谓的质感的东西 像现在这两片是一个完全是新的木板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以内 让这两片木板的其中一块 导演跟我讲我要这个木板是两年的木板 看起来像是两年 对我今天要变成它是一个两年的木板 所以我就必须让它在 很短时间之内 对 就是让它呈现出来它已经用过两年了 对对对 就是你说的把时间加上去 我们加上它的时间加上它的环境 比如说它超湿的话可能会有水质之类的 但是 水质要做出来 对 水质天啊 对所以现在是以最最简短的方式 嗯 让它 明明看起来是很新的木板 要让它有岁月的痕迹在上面的感觉 对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我让大家能够了解说 我所谓的做质感它是一个 嗯 像这种东西 嗯 斑驳是吗 斑驳这种感觉 是一定会有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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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陈大哥我想问一下 你那时候已经是油漆工的组长吗 你刚刚说油漆工其实当它组长的话 吸水六万块钱啊 其实也已经是一个组长了 可是你那时候却要低声下气 你怎么样 你那时候会不会自己有点那种 其实要学 要学新东西本身 真的要让自己先归零 不然你没有办法再容纳其他的东西 嗯 一个工 台湾的工匠 你说三年四个月成师傅 嗯 那我做了快十年了 你说 突然要接受外面的认为你不认可的东西 其实很难接受 嗯 所以要先让自己归零 可是当时是很挣扎的啦 所以心里面有时候会 可能会不会边学边抱怨 当然一开始总是会抱怨啊 说奇怪我 我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他 脑外却说不行 而且 脑外的观念他是 反正 我觉得不行就不行 就是从来这样子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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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白色就是層 所謂我們講的層次的部分 哦 對 開始蓋掉了有拍照 對 就讓它有一點類似 它之前是有塗顏色 但是因為剝落的時候 當然這個環境上這個時間 我只能做一個最基礎的簡單點 好 沒關係 陳大哥你就繼續了 我們在這個時間呢 我們先來看到 在剛剛提到這個陳大哥的一個故事 他原本呢已經是月薪一個月六萬塊錢 尤其的組長 但是他呢學會放下身段 才有在今天 變成台灣的首席電影直感師 而且他的薪水呢 已經翻增了四倍之多 他把自己的能力為整形之後呢 現在獲得了是高薪 其實中國大陸呢 從選舞計劃開始 現在也要拼內薪 也在迎接這個史上最大的加薪潮 請雨潔告訴我們 好 給台灣現在已經淪為低薪 苦傾倒了 最主要原因就在這個薪水 真的太低 老闆永遠都只會告訴你 公司從來沒有調薪那個政策嘛 那麼就在這個台灣的低薪組呢 是窮忙窮苦窮淚這個同時呢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掀起了一波 史上最大的加薪潮 因為十二五計劃就是一項薪水倍增的計劃 而且是從北京這種一線城市 慢慢的往外擴散 現在包括了上海 四川 還有整整的十四個省市呢 都已經陸續調高他的基本工資 來看到中國大陸十五計劃 是喊出的是每年調薪百分之十 而且五年要達到一倍這個目標 目前一線城市包括了北京呢 他調高的幅度就有百分之二十點八 重慶有更高是達到百分之二十七點九 另外江蘇他雖然不是一線城市 不過他也跟進了調進了他的整個 基本工資達這個幅度有達到百分之十八點八 不過我們來看整個調調高 基本工資裡面來看呢 最大最熟悉的這一個例子 是大陸富士康調薪 而且是兩年就是有三度一個調薪 從他的月薪是九百塊人民幣 一路調高到兩千兩百塊人民幣 郭台銘甚至說了在年底的時候 他這個工資要追平台灣的基本工資 2013年整個工資會增加一倍 也就從這個兩千兩百塊人民幣 增加到四千四百塊人民幣 相當於兩萬塊的新台幣 而且如果納入這個加班費的話 其實整個金額會達到兩萬三千塊的新台幣 比現在大學生的起薪二十二可以還要高 不過我們要回頭回過頭來看台灣的情況 台灣基本工資呢 在最近這五年下來只有多出多少 一千五百塊錢 也就是說平均每年只有調薪三百元 現在老委會還在為了 是不是要從現在的一八七八零這個金額呢 調高到一萬九千塊 猶豫不絕哦 不過台灣低薪族看看大陸的例子 真的是無言以對 好 我們謝謝雨潔 當然從中國大陸十二五開始呢 就展開一場有計劃性的 這個薪水調高的計劃了 不過就在剛剛這個雨潔說話的同時 我們來看到啊 這個陳大哥呢 他已經完成了這個作品哦 在剛剛短短三分鐘的一個時間哦 那麼從原本這個看起來是新的一個板子哦 他已經變成了 這個看起來已經是兩年了 有兩年這個有歲月痕跡的這個板子哦 這是我們台灣首席質感師哦 陳行發陳大哥在剛剛短短三分鐘的一個時間 把一個這個板子原本看起來是全新的 也創造出這個 看起來有相當有這個歲月痕跡 還有這個斑駁的一個感覺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等下 家 買威 自信 超越等级 买位1.8 本周六日全新上市 到7-11 也可以预约赏车 7-11 Snoopy午餐袋变大了 像装高装长装大装实上 三种新色都在这一代 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KD定期收刮地板 一个好的企业 需要的是肯做事肯学习 有人间的人 518上的人才又用心又勤快 让店里面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要的人才都是从518找到的 518找人又快又便宜 现在买每个月只要1300 不可能存在的存在 KD定期收刮地板 上期最大理解来咯 各国观光局 现实政府共享盛举 百万好康大放送 万款行程任你交 25-28就在台北世贸衣馆 Hitachi System IA 智慧真空冷藏库 真空冰温室再减化 正负一度自动设定保鲜 新双能再利用 大容量也省电 聪明的Hitachi 我最时尚的华丽配备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 Hitachi 4月16日至8月19日至 给他去家电 好理事送一 您现在收看的是 TD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深陷致命阴谋 直觉将是他的唯一武器 亨利卡维尔 布鲁斯威力 6月1日 冷光线索 民品 时尚 流行 台北优良家剧展 美学新趋势 流行无国界 5月25-28就在世贸易馆 台湾三阳 用最少做最好 全新变频冷气 机种齐全 能源效率 做到国家第一级标准 让您轻松拥有 三阳DC变频冷气 台湾三阳公司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机票天天送 出国万元有兆 就在台北观光火冷柜 开窗搜寻8891 开窗搜寻8891 马可必自尊 张孝泉热爱燃烧十年新路 好像就是像自己的心里面 脑袋里头 有一个结或一个锁 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其实打开来了 让我愿意接受 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对我的好处是 我很自在 然后我很享受当下 然后在当下 用力的 TVBS开摆之后 每周日56台 好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陈兴发陈大哥 他在短短不到 三分钟的一个时间 把原本看起来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木板 制造出看起来 这样斑驳 有两年岁月的一个痕迹 那么刚刚这个陈大哥 也有讲到 当初这个李安导演 曾经对你这个要求 也非常的高 那当他说OK那一刹那 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当时是很爽的 因为每一个创作者 他总是希望被肯定 当你努力之后受到肯定 我觉得人生 有时候是意义在这一边 当然他们给你的 所谓的薪资是很高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电影工业 所以他们很尊重的 所谓的你的薪资跟获得 还有休息时间 我觉得我们台湾电影 是可以做这一方面的 加强跟改进 是这样的 好其实呢 刚刚陈大哥 我们私下也在聊 他原本这个油气工组长的薪水嘛 对不对 是大概六万多块钱嘛 不过他刚一直说 不能透露他现在的这个薪水 不过呢也是翻了好几倍 我们说不能不能透露 大概翻了四倍左右啦 六万那现在是 我们没有说金额 我感觉这会算 好不过我们来看到 现在台湾很多人都抱怨说 这个薪水很低 但是反观在对岸呢 中国大陆呢 现在正在迎接这个史上最大的 加薪潮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说呢 明年底呢 红海大陆员工的薪水 就会增加一倍是超越 台湾的薪资水准了 而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反观是台湾在过去每年 都会帮员工加薪的 台塑企业 在今年呢 加薪的这个幅度 却是创下了三年以来的最低哦 像我们来看到对岸 他们的基本工资哦 薪水越来越高 其实也造成了中国台商呢 开始出现了大逃亡的情况 其实真的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不进步哦 你不要以为说 你可以一辈子吃到底 然后在上海呢 有一个专门服务台湾的 一个顾问公司 最近他的生意非常火红 一个月有30家的台商 就去找他 平均一天一家 那干什么 你能不能帮我 把我的公司给卖掉 所以一天就几乎 有一家的台商 想要出逃 逃出大陆去 跟过去大家讲说 到大陆去找机会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里面有一家是福建的 它营业额有十几亿 它也要卖掉 一家是上海的 都要卖掉 出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我们台商 过去那边之后 搞了一个加工出口 一期延伸 技术或什么的 但是呢 很快的大陆已经到了这边 他们已经不需要你这些东西了 2011年加工出口 占大陆的比例 已经降到了36%以下 所以很多公司都完蛋了 大陆也不需要你 他必须要从去找地方 但是他们现在更惨的是 他们不能关掉了 因为大陆已经有 劳动基准法了出来 那劳动法呢 就规定你说 你这个资钱哦 你要算联资的 所以他们在大陆 不能说关就关 你就是不能说关就关 他们到时候呢 更惨的是说 他们现在订单也少了 重要性也不见了 可是员工在那边 跟你打拼也一二十年了 所以员工就等着 你来资钱我啊 你来资钱我啊 但是我这十几二十年的联资 你要算啊 所以员工又没有斗志 又等着这厂商资钱 所以这些企业 台商这些企业就很惨 那更惨的是什么 大陆是六到八个月 才给你付定金 就是才付钱给你嘛 那我现在关了以后 我还一大笔呆账 所以现在他们就不是 像以前我关了就走就不行 所以现在不只是 台湾的老公很辛苦 大陆的台商也很辛苦 台湾出头 台湾出头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很熟悉的金钱报 金钱报在上海的餐饮 做得非常的大 它已经以好几个亿 卖给一个国际集团 已经卖掉了 原董事长已经把 上海的金钱报都已经卖掉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事实上 我们说在职场上头 包括了你要创业 或者是你要去找工作 讯息很重要 今天在中国大陆 已经有很多人看到 说好像从事餐饮业 没有想象的 那么样的条件优渥了 那讲到老公的出头 对不起 讲到台商的出头 还有一个例子 在厦门 我认识一些台商会的 这些成员 那他提到的就是像这个 劳动基准法里头的相关 对于企业主的要求条件 越来越苛刻了 那包括说离职啊等等的 现在在厦门地区的劳工 要买房子 企业主还要相对应的 提拨一些钱 让他去买房子 还有 提拨钱让他去买房子 就是一定陈述 让他去买房子 好的 那么因此呢 其实有很多的台商 已经快不想做了 可是不想做怎么办 他预估五年内 在沿海的台商 大概会挂掉一半 大家还是保守的估计 可是挂掉一半 这些人怎么办 这是会是一个 非常严峻的考验 什么考验呢 他们想要回台 但台湾的土地 已经没有机会了 也就是他们买不到厂房了 所以他们即便 想要大陆收拾包包 要回来台湾做 台湾的环境条件 可能也不符合他们 到那个时候 我们在大陆的台商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去成就自己的事业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好 就像启臣刚刚说的 过去被台商 视为是肥美沃土 那么的中国大陆 现在呢 他们的这个工资 他们的福利越来越好 台商越来越难 立足了 现在回到台湾 会不会也相对 影响到台湾的就业市场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毕业季即将到来 企业大举征求一流人才 更多工作机会 请上1111人力银行 新鲜自然 健康对位 万岁牌 无条位坚果新上市 不是万岁牌 我可是不吃的哦 台湾行杀二折 千年有罩 玩透透 二五到二八 相机最大旅展 想救生命 弃而不舍 伊莎贝拉帅百家金烧商 化身爱心银楼 请搜寻伊莎贝拉金市 明星 陈珊 金画寺 六百年间 その煌めきで 人人を感動させ 金牧園 数多美 无数知的 映画 造成 万岁牧圆工业 仍在 伊莎贝拉金市 让您看见 金牧圆 光明与黑暗的最终对决 6月1日 公主与狩猎者 台湾行杀二哲 千年有兆玩透透 二五到二八 夏季最大旅展 三九三十年前就装了三九太阳能 三九啊 我们也装三九啊 对啦 你装就要装最好的 我们做那台三十年又热滚滚 选三九最耐久 三九太阳能热血器 台湾销售第一 现在买政府补助一万两千八百九十三元 三九加码送千元游泳卡 身体缺氧 让你懒洋洋 老虎牙子迅速增加摄氧量 有氧就有活力 老虎牙子有氧饮料 打包时尚 打包文化 打包回忆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为你打包全世界 身体缺氧 让你懒洋洋 老虎牙子迅速增加摄氧量 有氧就有活力 老虎牙子有氧饮料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红搜寻8891 红搜寻8891 老虎牙子有氧 身体缺氧 富有财 三平安转 好过后 将近过骨 他无烂 红搜代用玩 民体 时尚 流行 台北优良家具展 25到28 世梦医馆 好了没 爸爸 为什么是我道理 不是防文艺道理 首先 用全新丁令长效防文艺 取仙屏 360度可倒喷 天然长效防文灵死角 还有凉凉的领导 天然防文专家 丁令防文艺 千万人 关心千万人 Hitachi System IA 智慧真空冷藏库 真空冰温室再减化 政府一度自动设定保鲜 新双能再利用 大容量也省电 聪明的Hitachi 我最时尚的华丽配备 日本原装生活美学 Hitachi 4月16日至8月19日 Hitachi家电 好理四送一 我们看到鸿海总长郭台铭 说是要大幅度的 帮员工来加薪 那么杰明 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扶持中产阶级 是的 我们还谈中国大陆 这几年的变化 其实最大的变化 就是薪资增加速度 超过我们想象 然后在服务业加工制速度 也非常超过想象 我在广州一些 就是一般的 就是比较像北京街 或者是比较流行的店面上面 那个店长的薪水 现在都六千 七千 八千真的加了 可是你知道社保是另外算的 如果当他六千块 你要再乘以 大概三分之一的薪水 他实际上是九千块了 好 那你刚才在算那些 我们要当房屋 今天算进去 那可能就是一万块人民币了 所以你说这种情况下 郭总开到一个趋势是 中国当然因为就是1965年 美国的经济拐点 1965年之后 美国也是人口红利消失掉 服务业开始发展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二十